免疫力差 经常生病怎么办 听说断食三天就能重启免疫系统提高免疫力 第一声可不推荐大家这么做 断食能改善免疫力的说法 最初来源于意大利癌症中心研究所 当时研究人员召集了100位的癌症患者 随后进行了半年的 间断性模拟断食饮食实验 在实验过程当中 患者每日摄入的热量都会受到严格的控制 结果发现有很多患者 他们身体的各项指标都得了明显的改善 自此以后断食能重启身体免疫系统的说法 愈言愈烈 那么这种说法真的靠谱吗 美国的一个研究团队为我们揭晓了答案 为了确保研究结果准确 研究人员把100位志愿者分成两组 其中一组正常进食 另外一组长期处于饥饿状态 随后进行了四周的对照实验 最后结果怎么样呢 研究发现 他们体内抑制性免疫细胞会大幅度变少 而这一改变会让身体的免疫系统 更加活跃 从理论上来看 只要断食三天以上 人体的免疫系统就会自动进入自我生存状态 那么机体为了维持各器官的正常运转 就会调动身体内的储存人的水 脂肪等物质 不难想象 盲目的长期断食呢 无疑会给身体带来不必要的损伤 而且断食以后呢 免疫系统更活跃 也不代表就能重启免疫系统 这么做实在是得不偿识 比起断食呢 丁医生更建议大家通过健康的方式来提高免疫力 那么有哪些方法能提高免疫力呢 首先健康的生活习惯非常关键 美国哈佛大学研究发现 大家的生活方式和做期习惯 对免疫系统的影响非常大 要想提高免疫力 咱们就可以从定期锻炼做起 调查发现保持固定的锻炼呢 有助于T里妈细胞增多 T里妈细胞变多了 就能够提高机体清除受损细胞 癌变细胞的能力 那要想达到理想的效果 锻炼频率保持在多少更好呢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发布的数据来看呢 建议咱们成人呢 尽量连续12周以上 每周呢抽出150分钟 做一些中等强度的有氧运动 当然了这只是一个大概的标准 像是有些身体比较弱的中老年人 快走瑜伽太极拳呢 可能更适合 总之锻炼虽然好 但咱们也要避免不必要的运动损伤 尤其是呢要控制好运动的时间 为什么呢 要知道连续运动2到3个小时以上 这就属于锻炼过度了 这么做呢只会适得其反 让免疫力不增反向 甚至可能增加上呼吸道感染的风险 所以说定医生更建议大家 每次运动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 每周呢运动150分钟就行了 关键在于选择适合自己的运动项目 吃之以恒 除了关注怎么动 那么接下来咱们聊一聊怎么吃 中国居民膳食指南上建议一顿营养均衡的饮食呢 要包括骨薯类 优质蛋白 油脂 还有新鲜的果蔬 总之呀 免疫力就像是一道屏障 它能够帮助大家抵御细菌病毒的入侵 免疫力差的人呢 可能更容易感冒 平时也更容易觉得疲劳 但是要想提高免疫力 长期断食肯定是不可取的 有关这方面的研究不应不完善 而且盲目断食呢 还容易伤身体 为了大家的身体着想 建议大家通过定期锻炼均衡饮食的方式 来提高免疫力 评论前的您觉得 断食对提高免疫力有帮助吗 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 好了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观看 我是丁医生 关爱健康关注我 咱们下期视频再见